男子锤断手指 碰瓷敲诈二十余万 嘿 各位网友们 今天咱们得聊聊一起让人哭笑不得的碰瓷事件 这事发生在湖北 一个男子为了碰瓷敲诈 竟然狠心地锤断了自己的手指 短短一个多月就敲诈了二十余万元 结果呢 当然是被警察叔叔给逮住了 现在正蹲在橘子里呢 话说这天 风和日丽 街道上车水马龙 一辆小车突然转向 旁边骑电动车的黄某硬生倒地 黄某立马高呼手疼 索赔一万元 这一嗓子引来了警察的火速登场 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可警察一查 发现黄某小拇指上的伤竟然是旧伤 而且这家伙简直就是交通事故专业户 这事可不简单 警察叔叔们深挖下去 一个碰瓷团伙就浮出水面了 这个团伙的操作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他们竟然只使黄某锤断自己的手指来演苦肉计 黄某也真够狠的 为了钱对自己下手毫不留情 他在团伙的导演下 开始了他的碰瓷之旅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碰瓷三十多起 敲诈勒索金额高达二十余万元 网友们看到这新闻 那简直是炸开了锅 有人吐槽说 这黄某也太拼了吧 有这毅力干啥不好 非得走歪路 还有人说 食指连心啊 得多疼 为了钱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更有人直言 这钱挣得能安心吗 晚上不会做噩梦吗 确实啊 这黄某和他的团伙 为了钱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连自己的手指都能下得去手 这种以自残方式 进行诈骗的行为 不仅严重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 也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 脚踏实地 勤劳致富 哪有这样的歪门邪道啊 不过呢 警察叔叔可不是吃素的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 终于把这个碰瓷团伙给揪了出来 团伙里的两个成员被刑拘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感谢观看